大家好,有些网友挺关心美国发生的事情 不过有时候他们对美国的一些政策和法律感到不能理解 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觉得美国的制度有些匪夷所思 有些很可笑,也很可悲 有些人对于美国民众的遭遇也充满了同情怜悯 还有的人感到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比如前一段时间吵得沸沸扬扬的,说美国禁止堕胎了 美国的妇女自己的身体不能由自己做主了 美国女孩即使被强暴导致怀孕,也不让堕胎 也要把孩子生下来,美国已经回到黑暗的中世纪了 美国的女性真是太悲惨了 确实前一段时间美国又开始大规模的游行 无数人上街抗议,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罗素伟德案 那么今天咱们就聊一下美国女性为什么这么悲惨 开始之前要先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 否则会因为长期的国情不同 有些事情大家各自的看法不同 也可能无法理解对方的做法 比如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他们一共有50个州 这个州好像跟我们的省类似 但是还是有很多不太一样 他们的每个州都相当于一个小国家 50个州其实就是50个小国家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法律 有各自的法院 有各自的警察 所以大家可能看电影也能发现 各个州的警察制服都不一样 比如纽约的警察 他的帽子就是八角帽 而德格萨斯州的警察的帽子 是牛仔帽 那么联邦警察对于各个州的警察 也没有管辖权 他们相互之间是平等的 而且各个州还有自己的武装部队 这个司令就是州长和州议会 这个武装力量就是国民警卫队 别看国民警卫队好像民兵一样 其实他们的实力也很强大 其中包括有陆军 有空军 有坦克 有大炮 有火箭 有战斗机 有武装直升飞机 就是没有海军 那么美国的州长也不归美国的总统管 那么美国的总统不能掌握州长的命运 不能说你工作干的不好 你别干了 你走人吧 美国总统没有这个权利 因为州长和总统一样 是州的老百姓 选举出来的 那么总统对州长没有任免的权利 总统也不能决定州长以后的前途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大家能看到 这个州长不尿总统 不跟总统保持一致 他们相互之间甩锅抹黑 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州长只需要讨好自己的选民就行 他不需要讨好总统 那么各个州的法律 也是由自己的州来制定的 只要不违反美国的宪法就行 比如公共场所是否可以持枪的问题 那么各个州规定的就不一样 还有法定可以考驾照的年龄 法定可以结婚的年龄 法定可以喝酒的年龄 以及抽大麻是否合法的问题 各个州的法律都不一样 有的行为在这个州是合法的 那么到了其他的州就很可能是非法的 这个背景理解了以后后面也就容易明白了 对于堕胎的这个问题 那么有的州可以自由堕胎 不想要孩子你就打掉 而有的州不让自由堕胎 因为他们认为胎儿也是人天赋人权 胎儿也有生命权 任何人不能因为胎儿还不能表达 不能提出反对意见 就随意的上海胎儿 所以这些州的法律就规定 怀孕六州以上能够测出胎儿的心跳了 就表明这是一个人类的生命体了 就不能随意的打掉它了 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 如果你被强暴而导致怀孕 或者说如果不打掉胎儿的话 有可能会对母亲造成危险 那么就可以合法的堕胎 那么并不是美国不能堕胎了 而是有的州不能随意堕胎 如果你不小心怀孕了 而你又不想要这个孩子 又恰巧你住在不能随意堕胎的州 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怀孕六州以内打掉孩子 这个是合法的 或者你的妊娠超过六州了 你也可以选择去别的州进行堕胎 这种行为也是合法的 又或者你自己上网 买一些药流的打胎药 进行药物流产 如果这些你都不愿意干 那么你就只能剩下孩子 那什么是罗素伟德案呢 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了一个案子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那个时候有一个女孩 她叫罗伊 她住在德格萨斯州 1969年的时候 这个罗伊刚满18岁 但她已经是第三次怀孕了 问题是她既没有结婚 也没有正行工作 孩子的爹是谁 她也不知道 所以没有经济基础的她 不想要这个孩子 可那个时候 德州的法律规定 除非是怀孕六州以内 或者因为被强暴而导致怀孕 才能合法的堕胎 其他的情况 那就不能随意堕胎了 但是罗伊一不注意 怀孕就超过六州了 属于不能随意堕胎的情况了 而且她也不愿意去别的州打胎 因为她没有工作 所以就没有钱 就没有路费 那个时候也没有网上购物 买不到药流的药物 所以罗伊的闺蜜就给她出了个主意 就说你被人强暴了 那不就可以合法的堕胎了吗 可是医院要求罗伊出示警察局开局的证明 可是警察局无法确认罗伊是真的被强暴了 因为她的说辞漏洞百出 于是警察局就不能给她出被强暴的证明 一来二去 时间就越拖越久 胎儿就越长越大 1970年罗伊被迫生下了孩子 她自己也不要这个孩子送给福利院了 然后就控告德州的检察官 这个检察官就叫韦德 罗伊说了 德州禁止随意堕胎的法律 侵犯了自己的人权隐私权 那为什么要控告这个检察官呢 因为检察官代表着德州的法律 所以这个案件就叫罗伊诉伟德案 或者叫罗素伟德案 那么这个案的最后呢 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呢 美国的宪法是否赋予女性有堕胎的权利 如果是宪法赋予女性有这种权利 那么禁止随意堕胎的法律呢 就是非法的 1973年联邦法院呢 以这个七票赞成 两票反对 通过这个裁决 判处德州检察官败诉 美国女性拥有在妊娠三个月之内 合法堕胎的绝对权利 这个是宪法赋予的权利 因为呢 宪法高于啊 州的法律 所以呢 从1973年开始 所有限制堕胎的州法律 全部自动失效了 但是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保守人士 反对自由堕胎 他们认为呢 自由堕胎呢 就是谋杀 如果你不想要孩子 可以事先做好避孕的措施 如果没有事先做好防护措施 那么你吃这个事后避孕药也行 再或者呀 等胎儿还不太大的时候 进行药物流产也行 而不是你等孩子已经成行了 是一个小生命了 再来杀死他 于是呢 一直呀 持续不断的 有大批民众呢 上街游行示威 尤其是去年 有几十万人 在首都华盛顿 展开了大规模的游行 抗议这个罗素韦德案 既然这个民意反应这么大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呢 经过重新的审理 就推翻了罗素韦德案 不认为女性可以随意堕胎 是美国宪法赋予的权利 要不要自由堕胎呢 由各个州自己来决定 联邦法院不管了 那么美国呢 一共有五十个州 目前呢 有十三个州决定呢 限制自由堕胎 但是呢 有不少的女性啊 反对联邦最高法院呢 推翻了这个罗素韦德案 那么这些人认为呢 不让自由堕胎呢 在客观上保障了 胎儿的生命权 但是呢 我们女性的生育权和隐私权 也有谁来保障呢 于是呢 支持自由堕胎的人呢 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 游行示威活动 来反对联邦法院 推翻了这个罗素韦德案 有人就写标语说了 你们关心呢 没有出生的婴儿 却不关心呢 已经出生的黑人 穷人 还有的写呢 我的身体 我的选择 那么就连美国的总统拜登 都说了 他支持女性拥有啊 堕胎权 他不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呢 应该推翻这个罗素韦德案 拜登说 这个是令美国悲伤的一天 那么美国的副总统哈里斯呢 也发表了讲话 这个副总统呢 是一位女性 他说了 堕胎权是美国女性的基本权利 我们绝不退让 那么美国总统和副总统都表态 不支持联邦法院 推翻罗素韦德案 但是呢 我不知道 美国总统和副总统的表态 对这个法院的判决 是否有用呢 好了 今天这个小节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 别忘了查恩 点赞 关注和转发 谢谢 感谢观看